政治焦點只要來看到是鴻海集團 在昨天晚間發布重訊 表示創辦人郭台銘是因為 個人因素 即日起正式卸下鴻海董事身份 順布獨立參選當天 被外媒問到鴻海跟中國的關係 就怕鴻海在當地的巨額投資 被當成威脅工具 郭台銘預先拆彈 參選記者會隔了一個禮拜 9月2號晚間鴻海發布重訊 表示創辦人郭台銘 因個人因素辭任董事 更對於他半世紀以來的貢獻 表達謝意 不過這次郭台銘正式分手鴻海 也要米平外界雜音 他擔心說他這個競選的表現 如果表現得很好 鴻海的股價一飛沖天 那是不是外界就說 所以你參選是為了炒股 變得變高端一樣嗎 所以他覺得這樣被人家講話也不好 他就去請這個同事 宣示他獨立參選的決心 但真的切割的掉嗎 郭台銘依舊擁有約12%的股權 174萬多張的鴻海股票 等於光是持股 郭台銘就擁有高達1900億元的資產 外媒認為未來還是有可能投票給自己回鍋當董事 因為以他的股份他隨時要回到股東身份或是怎樣 我覺得那都還是蠻容易的啦 跟鴻海切開 大家也知道那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恐怕無法徹底劃清界限 但連署作業目前已經如火如土的籌備中 只不過最關鍵的副手人選有譜了嗎 我就訪問他 你有在找副手喔 他說有 你真的有在找喔 他說有 真的有在找 已經在談了 男性女性 我不知道 完全不過問 發言人透露副手正在談 但保密到家 郭台銘劃清與鴻海界限 參選下一步動見觀瞻 在江湖峰的微信採訪報導